本节目由牛拜网赞助播出 欢迎收听中讯和高宁为您做的今日话题 你要举行什么活动 我想到了这个活动的事 对 接下来要讲到这个话题了 进入到7月份7月1号的时候就发生这样一件事情 这个是英国的自行车的好手叫做Adam Yates 他打败了击败了他的双胞胎的兄弟Simon 这两人就参加还法的自行车赛的第一赛段 第一个阶段的比赛他获胜了 结果这两个英国的自行车运动员 居然分别代表的是沙烏地阿拉伯和阿联酋 这是两个中东的国家 然后第二天7月2号的时候 美国的高尔夫球手叫做Taylor Gutz 他赢得了叫LIV 我不知道这个应该念LIV还是就是念LIV 对 我知道这个很没LIV 对 他是一个高尔夫球的一个锦标赛 这是一个系列赛 一共有好多场比赛 他只不过是赢了其中的第三场比赛 一共9场比赛当中的第三场比赛 获得了400万美元的奖金 而他是个美国选手 但是这个LIV这个高尔夫球赛呢 它是由沙烏地阿拉伯所赞助的 和美国的这个职业高尔夫球 就是美国的PGA 就是职业高尔夫球的这个巡回赛 是连在一起和主办的 所以这个事情呢又是一件大事 也就是说烧地阿拉伯的钱 进到美国的PGA里面去了 这是第二件事 然后24小时之后 7月3号前LIV的一个足球 原来是足球明星吧 他叫做Steven Girard 他呢就和也是沙烏地阿拉伯的一个球队 签约了 Atifak签约 他到那不是踢球 他到那去当这个教练去了 年薪一千万 然后呢同一天 像什么葡萄牙国家队的边峰啊 什么的Jota 然后就签约 也是到了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啊 就跟沙烏地阿拉伯的球队签约 而在他之前 像什么本泽马还什么的 也都在那去了 所以你看三天三个不同的运动 都是跑到中东去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 中东啊现在在体育方面 大力的投资 还想要转型 同时除了转型盈利之外呢 恐怕还有其他的这个目的 关键就是沙烏地阿拉伯这个国家 他花这么多钱 在体育方面进行投资 而且是直接对西方的体育造成冲击 他这个动机 引起了种种的怀疑 甚至是种种的一些说法了 刚才说的是三大运动 接下来我们还没有说的是网球 拳击 什么世界级的这种拳王赛 他要给拿过去 还有一种运动啊 我不知道年纪大一点 可能不太熟 叫做eSport 这是什么 这是网上的体育 就叫做电子的体育比赛 电子竞技吧 电子竞技 还有这个他也在动 然后他正在准备举行大型的赛车 赛车的 然后他又把目标 描向了美国的NBA的篮球和橄榄球 我看最后就干脆冰球算了 这地方没冰啊 也就是说他十亿百亿的这样的一个投资 人们就问一个简单的投资的逻辑 就是你的投资可以理解 但是我不理解的是你的回报是什么 我怎么看不到这里面的回报呢 世界的超级的足球明星 Christiano Ronaldo 当时说他什么年纪大了点了 什么世界杯以后还要不要赛 突然之间告我们 他去沙尔地阿拉伯踢球去了 当这个消息最早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的很多世人的第一个反应是 老将了没人要了 那地方后来才不对呀 差点把煤锡给弄过去 就差那么一点就把煤锡弄过去 然后再往下看 7月份发生 全世界突然意识到 这背后有一个更大的布局 它这个背后有一个大规模的操作 原来他们在外人不知的情况下 花巨资请到了西方的 什么人呢不是体育明星 是这种专门叫做咨询公司 他们策划这个的 怎么能够把这件事做大 帮着策划他的旅游业 帮着策划他的叫做形象的 咱们叫什么洗白啊 既然需要洗白 就是他有黑的地方 哪里比较黑了 那咱们今天就聊聊这个话题 对 人权方面不是一直受到全球的诟病吗 尤其人权组织从不同的角度在看这个事情 但是呢 他确实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他在这个利亚德啊 就是在沙烏地阿拉伯的首都 专门建了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体育活动中心 这个体育活动中心呢 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比赛 最近呢他们在进行一个为期八周的叫做电子竞技赛啊 或者叫电子竞技节啊 这是一个festival 全球各地的这种打电动游戏的这些人都跑到那去了 都跑到那去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光是世界好手在那儿 同时奖金特别的多 他还有15场那个精英赛 精英的锦标赛 总共奖金4500万 你可以想象 如果要是你在某一个项目当中得奖的话 可能就是几十万上百万 大概就到手了 所以呢 他就引起了世界各地高手的注意 然后就跑到那去参加竞技赛去了 然后呢 人们就发现说 原来沙烏地阿拉伯对这个电子竞技的投资和独特的眼光 确实有它的道理 其中最明显的一个道理就是气候的关系 因为在沙烏地阿拉伯这个地方 因为是沙漠嘛 既干燥又热 所以呢 它不适合一年四季啊 它可能只有两季是适合户外活动的 其他的两个季节太热 没法户外活动 但是电子竞技它可以一年四季 任何一天都可以啊 它是在室内进行的 而且呢电子竞技呢 它会带很多的叫做年轻人到它那去参加比赛 那有的时候就携下带口的到那去旅游了 消费了 所以呢 它实际上是用体育项目呢 来带动它的旅游的行业 这个里面又产生了下面的问题 旅游 为什么 因为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讲过 现在满街跑的都是电车 但石油是不是有点危机了 对不对 它以前靠的是一个石油 这个是所有的这些啊 都是归于一句话 我们不知道它的这样的动作是什么 但是呢 只能是那么一点一点的拨开 它这个一点点的分析 但是你分析这个道理成立不成立 咱们也不知道 你比如说我们从正面的可以讲说 是它的这个MBS 这是它的老大嘛 对不对 它大手笔啊 它把它五百多个什么亲族啊 什么这个政府的部长啊 什么之类的 在瑞斯卡尔顿酒店里关了多少 一年啊 清算算账啊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反腐啊 还是什么 对 交钱吧 它从那个事件当中就low了一大笔钱 难道它是想造福它的老百姓吗 通过这种大型的旅游啊 和这些项目 让老百姓日子过得更好一点吗 咱们从正面讲 但是它杀掉卡书籍这件事情呢 这个国际社会第一 不会忘记 第二 不会原谅 你不管用怎么样的办法去洗白 一个人 在华盛顿邮报写几篇文章 在公众场合讲几句话 你不喜欢听 你把它大写八块啊 这什么国家啊 这个是 这种形象 是你花多少亿 可能都买不回来的 但是呢 它也不能什么都不做 所以它现在就在做 我还刚才还少说了一个运动 连那个酒球 桌上那个叫什么台球啊 大赛 它都要在那举办 于是呢 就给了我们人这样的一个很无奈 这就国际人权组织也指责的话 也指责很多的机构也指责的 这也没办法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啊 钱买不到的东西少 你知道吗 它别的没有 它有的就是钱 在这种时候 我看你长的那个什么蓝眼睛啊 什么黄头发 到我这来踢球你来不来 对不对 咱们就往下 你说吧 你说这个数字你要多少钱 你要那多少钱是吧 我在那后面再加个零 我看你来不来 对不对 这个里面 就是说知道的是那些踢球的人 打球的人 骑车的人 还是那句话 他不知道的是那些华尔街的股闻 那些什么咨询公司啊 这这些西方人呢 拿到钱以后 那么他们最理解西方体育的运作 但是呢 有些东西还钱真的买不了 稍等会儿 咱们看看美国的篮球和 那叫什么 橄榄球 对不对 美式足球 他们也想动 看看他们想什么办法能够动 而且他们是这样 我买不了的话 我还有别的办法 对不对 咱们看看这方面的情况 欢迎您继续说 电影由中讯和高宁为你组织的 新日话题 这段时间给大家讲的是中东 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这个国家呢 它在体育方面的投资 大概也是经济方面的转型吧 因为它已经意识到这个全球 这个干净能源啊 再生能源的这个 这种趋势呢 大概是不可逆转的 如果大家都使用干净能源 使用这个再生能源的话 那使用以后的这个需求 将会越来越少 尽管不会在近期之内发生 但是20年30年以后呢 50年以后呢 它必须要为自己的国家 未来的发展 是不是可以持续做一个规划 所以呢 它现在从各方面来进行投资 看看是不是可以达到这一点 现在呢 他们的目标就是旅游 那么旅游也要有几个方法 你说让我到沙烏地阿拉伯去旅游 看什么呀 你全是沙漠怎么办呢 它就有各种不同的东西 你比如说建立一个 那个高科技城啊 数码城啊 现在正在建的 大概2030年之前就要建成了 那就去可以吸引大量的游客 同时体育方面的投资 各种锦标赛在我这办 那你也会来到我这来 来旅游 来观看比赛 参加比赛 同时顺便在这消费一下 这也是一个办法 所以呢他在这方面呢做了很多的努力 包括他的国家主权基金 现在都在这方面呢进行大量的投资 而且不要忘了除了体育比赛以外 他还在这准备办各种大型的一流的歌唱家的这种音乐会呢 所有的这些呢都对他的社会结构产生一些冲击 因为你不要忘了 这个是一个极其宗教的社会 而同时呢也是一个极端保守的这样一个社会 你是为了赚钱 把一些穿着短裙的人 对不对 都弄到这个国家来了 你总不能让所有的到你这国家旅游的人都披上袍子吧 对不对 女的都给我穿着袍子 男的都怎么留着胡子等等 你总不能提这样的一个吧 那些各种各样的歌星在舞台上的这个禁舞啊 露着肚皮啊露着什么这些禁舞 于是呢其实他现在有这么一些问题 就面临着自己国家的老百姓的反弹 他们认为你们好像为了钱把这个国家变得更加的世俗化了 来侵蚀我们的宗教的传统和我们这些国家的保守的传统 这是一个问题 反过来再看西方 礼拜二的时候也就是前天 美国的国会正式的 他这个委员会了 开始听证了 你那LIV不是要跟PGA合并吗 这事我得来弄一下 因为沙特阿拉伯他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他第一个做法叫做先是胡萝卜加大棒 先给你个胡萝卜就是我买你的 仓股吗 我仓股还不行吗 我给你钱送钱还不行吗 你不行是吧 好 你这比赛是几月啊 咱们算一下五月是吧 奖金多少啊 比如说随便说个五千万 好 我也五月举办一个高尔夫大赛 我这举例啊 或者随便你说一个什么比赛 一亿 我看你那个比赛还有人去没有 对不对 他是有这种 那么接下来呢 他就瞄准了美国的直篮和职业的橄榄球 问题是刚才说的钱什么买得了买不了 美国的职业篮球的规则居然做了修改 为了吸引钱这种外资 他做了什么修改呢 以前美国的职业篮球不让外国人投资 现在呢 放了一个20% 就是你可以投 投20% 当然Adam Silver他现在是NBA的主席了 他说到目前为止呢 他还没看到沙烏地阿拉伯的钱 但是 如果沙烏地阿拉伯真给20%的话 你真得要啊 对啊 对啊 他可以投啊 对 只要是球队愿意的话 他就可以投 但是尽管沙烏地阿拉伯没投 可是海湾国家有主权基金投了 卡塔尔就准备收购一支 一个公司的股份吧 那这个当然他不是全资啊 就是最多不是20%吗 他就收购一个 做成一个小股东 这家公司呢拥有什么呢 拥有好几个球队呢 NBA他拥有这个 华盛顿的那个 世界上魔法师吧 魔法师队 然后这个 冰球他拥有这个 华盛顿的Capitals 这个首都队还是什么 然后 WNBA 就是女子的这些篮球 他拥有那个 华盛顿的叫做Mistics 这个 魔幻队 对 对 他拥有好几家球队呢 阿布扎比的这个国家主权基金 也准备在收购呢 所以他们都是在寻找自己可以投资的这个项目啊 这个就是为了赚钱 而且你投资完了以后 你就可以以股东的身份要求 你们这个停赛期间 这个你们不是就是 6月份打完NBA到10月份重新再进训练营 这段时间你是空着的 那到我们那个沙烏地亚拉伯来打几场球吧 对不对 他就可以邀请这些球队到他的国家去打球去啊 或者参加他们的这个俱乐部去打球去 这是一个 但是美国的美式足球啊 NFL呢 现在还没有放松他们的这个投资的管制或者是限制 就是说他们目前球队还不允许外国资金进入 但是估计这大概也就是个迟早的事情吧 哇 如果NFL他做这个改变的话 那就只能说明就是说 他们看到了这个金钱的引诱 除了金钱你告诉我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呢 当然好的说吧 他还有一个就是假如有一个外国的公司 或者一个外国的国家的这种基金 投了你20%的话 他提出来说某一场比赛在我那举行 对吧 你就可以啊 你就可以把那个扩大这个球的影响吧 我也不知道沙烏地亚拉伯人他们玩不玩这个运动 对不对 但是正好你可以吸引更多的人看 给你的广告商更多的机会 所以说来说去啊 还是这个钱的作用